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现在我正在去海边的路上 然后现在是大概早上8点钟左右 然后我现在去海边 然后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 但是风比较大 可以看到的话 就看到我的头发会被风吹的不行 然后我觉得今天天还可以 就是还比较蓝吧 所以幸好就是带了这样一个外路的一个收音设备 而且还带了这个毛毛 因为这个海边风缺得很大 昨天听了一下收音的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拍一点照片 昨天晚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失败 就是拍的不够好 毕竟也才来一小段时间 但是确实时间很紧张很紧迫 所以今天一大早起来也没有什么事 就过来到海边 然后沿着海边去走一走 海边的风真的很大 今天所以提前来看一看 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 然后再去转一转吧 这应该就是我昨天晚上来的地方 然后早上的时候潮水都涨上来了 然后很多人在这里去玩水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也是做直播什么之类的 感觉见到了之后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然后特别巧合的是 我在Inst上面看到 然后这两天 马丁帕的 他的Inst运营账号 也发了倾倒了他拍的照片 当然如果给大家看这个照片的话 如果不说他是马丁帕的话 很有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拍的是一个太不好的照片了 然后或者说认为这是我拍的照片 好吧 就是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还是蛮巧合的 所以现在我就打算把价能相机收一收 然后拿着我的莱卡去好好的在这边去拍一拍 然后用GoPro去记录一下 mak坐在一个路上 现在睇开始 也 Estao 但你不能记者 по指数 相同 照片 我们下期再见 I love to feed my soul And you're beating, beating on my drum And you're beating, beating on my toe Running fastest, faster than my dreams And I can't stop to breathe You can't stop And you're beating, beating on my drum And you're beating, beating on my toe Running faster, faster than my dreams And I can't stop to breathe 好,刚才拍了几张啊 感觉有的还是可以 也许回去得看一看才知道 然后呢,今天就带了一些滤镜 然后给大家去看看 因为今天天空是蓝色的嘛 然后其实黑白的摄影和彩色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然黑白的话还是太折腾了 所以不建议大家 就是轻易的去买黑白的相机 然后今天带了红色滤镜 黄色滤镜和橙色滤镜 因为今天天还比较蓝 所以红色应该会把天空剪得比较淡 那么现在去给大家去用不同的滤镜去拍一下 那么再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下 就是这个滤镜的一个使用 好,咱们先把这个三脚架装起来 哎呀,就是在外面玩的话 这个沙子会比较多 先装一下这个三脚架 看一下 放到这个地方,然后装一下 好,现在装三脚架中 垫一下,可能就能录到上面了 应该能录到了吧 这声音应该也是有的 三脚架,调频 我用的这个BeFree这个三脚架 其实很适合我 我觉得很适合我 相机上面已经装的是一个红色的滤镜 刚才拍的时候就用红色滤镜 那么 红色的滤镜就能让这个蓝天变得非常深 然后可能不那么好理解吧 就是补色的话会变深 然后同样的颜色就会变浅 比如说红色滤镜 还有红色衣服的话 红色衣服就会变得很亮在黑板里面 然后蓝色呢 然后会变得相对来说比较深一点 但总共我们去拍一拍就知道了 好吧,先放这里 然后呢,现在我给大家去看 我这里又拿了几个滤镜 刚才放的相机那个地方呢 是红色的滤镜 然后这里我手上拿的是一个黄色滤镜 黄色滤镜虽然也会把蓝色稍微简单一点 就暗一点 但是它不会那么的深 这是黄色滤镜 然后同时呢 我这里还有橙色滤镜 可以看到 这个就比那个黄色更深一点 然后那边就是红色滤镜 然后现在呢 我去拿这三个不同的滤镜器 给大家去拍一拍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个 不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了 所以 其实出去拍黑白还是很麻烦的 因为这些蓝天 其实在后期其实是非常非常难PS的 就是你发现正常的这个拍蓝天 它是一个比较亮的灰度 然后你发现把它P按很难 因为还有各种毛边 抄的毛边 跟云之间的 所以用滤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黑白的一个拍摄方式 但是就很折腾 如果你用彩色的话 就没有这么麻烦了 那只是在这里去 跟大家去聊一聊 这样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 好 行 好 然后现在 这个是红色滤镜 好吧 回来才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主要还是因为左侧的天空太白了 所以看整体的画面的话 反差并不是很大 不过如果看右侧天空比较蓝的地方 就能够看出滤镜的差别了 最右下角是没有滤镜的 整个天空都比较的灰 而左上角是红色滤镜的 可以看出右侧比较蓝的地方 几乎成为了深色的蓝 如果我们光看右侧 就会发现差别更大了 除了天空 深蓝绿色的海 也因为滤镜的原因 显得颜色的不同 也许是早上的原因 天空还不是那么的蓝 我要拍了两张天很蓝的时候的照片 右侧是没有滤镜的 可以看出天是非常的灰 比较自然一点 而左侧是有红色滤镜的照片 显得非常的特别 另外要注意滤镜会因为颜色 而改变实际呈现出来的黑白对比 比如这个视频中的小女孩是大红色的衣服 大人是粉红色的衣服 在红色滤镜的作用下 两个颜色都变得非常的白 所以要注意滤镜在黑白摄影中所产生的影响 颜色越接近 那么在黑白摄影中显得越白 如果颜色的反差越大 越互补的话 那么在黑白中会显得更加的黑 那么其实红色滤镜就拍人特别不合适 因为人的嘴唇是红色的 那你用红色滤镜拍的话 就人整个一张脸都是一个大白脸 而且这个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就是黑白里面没有看到 还有黑就跟脸是一样的颜色 所以就非常的糟糕 所以就是拍人的话 我不建议用红色滤镜 那么拍人的话 我觉得用黄色滤镜会比较好 会把肤色提亮一点 然后肤色在整个黑白的里面 会看上去更舒服一点 所以用黄色滤镜是非常好的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原理 就是所说的那些原理 就是互补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自己平时的时候 就是用红色滤镜很少就拍人 用黄色滤镜的时候 拍人会比较多 但在外面接拍的话 光线非常好的情况下呢 会用红色滤镜 而且要注意的就是 红色滤镜其实捡光捡的特别的多 就基本上捡了两三档吧 三四档都有可能 所以可能在这白线的情况下 如果用F8 然后快门速度是 比如说两千分之一的话 用红色滤镜可能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 然后或者是五百分之一 所以还是会有点局限的 所以呢 我建议就是大家 在选择这个滤镜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当然了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不建议大家 就是直接拍黑白 拍彩色其实会更好一点 后期也有很大的空间 只不过就是刚好我选择了黑白 就必须用黑白的方式去拍摄了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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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待 我可以随时过来 我可以随时过来 然后就是刚才聊到了马丁帕 他拍了青岛的海边 就是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也拍了一些这样的人 那么你觉得这些照片是不是好的照片 然后你再看马丁帕的照片 你看他拍的照片是不是好的照片 然后再看他的青岛的拍摄 然后去看他拍的英国的海边 然后你再去对比一下这些照片是不是好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看自己够不够真诚 就是当然我拍的 我觉得我在我拍上面和马丁帕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不是说这个图像本身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摄影的语言不同 因为马丁帕他一直拍一些海边拍一些搞笑 拍一些黑色幽默的东西 但是我却是很少去拍这些搞笑黑色幽默的东西 所以我拍的这些照片 无论我拍几张 他都是一个单张的作品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系列作品 而马丁帕他拍的这些东西 他可以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摄影语言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只是平时拍一些其他类型的照片 偶尔拍到了海边这样的照片 而马丁帕他是一直拍这些幽默 拍各种各样生活场景 海边还有一些度假村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跟马丁帕虽然说在有些地方是拍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内容 但实际上内核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要了解摄影师他的表达 对摄影师本人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刚好在海边 刚好马丁帕他的Inst 也发了他在青岛的这些拍摄 所以我觉得刚好也是跟大家聊一聊 可以大家一起去思考摄影的语言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事情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你最后去了解艺术 了解艺术家的作品 你不了解艺术家 从他的作品本身去看的话 其实还是会很困难的 所以我自己最近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你想了解摄影师 或者说艺术家他的作品 其实是因为你对他的个人的生活 他个人的思考是感兴趣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思考吧 好吧那今天的一个Vlog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阳光已经非常非常晒 而且我身上汗也很多 那么我现在就准备回酒店了 然后现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拍摄的时间 所以就等着下午差不多黄昏的时候 再出去走一走再转一转再拍点东西吧 那么好吧那这一期的一个Vlog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下期Vlog再见 拜拜